欢迎大家来参加写作教学中心办的活动 今天希望让同学们更了解写作中心可以提供的服务 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演讲呢 事实上有很多同学常常写信到中心来也打电话 不只是同学还有系所 很多人对写作中心的一些服务有一些疑问 甚至说写作中心教出来的课跟一般的英文系的课有什么不相同 甚至开出来的写作能力课程有很多哪个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两个委员去年就建议了说写作中心应该来开个演讲 把你们做的研究跟做的资源可以分享给同学们 让同学可以自学在选课程的时候也能够更清楚怎么去做 那我们想说确实是一个好方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官司每个学期初收到那几百通的电话 我们也挺头痛的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研究的东西跟辛苦做出来的东西 可以让更多的人可以受益 所以今天我们来花一个小时半来介绍一下写作教学中心 各个对同学相关的一些服务 也包括有一些老师可以使用的资源 希望可以带给台大里面需要的一些 不管是同事们或者学生们一个好的选项 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总共整个产次我们分成整个产次我们分成了四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到第一部分的话 我会先介绍写作中心的课程 让你们选课的时候更知道课跟课之间的差别 跟我们下学期要推出的十一门课程 跟同学有很密切的关系 第二个我们就会请江介维老师来分享一下 有一些平台是专门给各种资讯的平台 同学们可以去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很多写作中心每一学期给的资源 那第三部分更符合学生的需求 是我目前做的影片跟目前做的一些教材里面 哪些是同学可以自学使用的 那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觉得好笑的地方是 台大很多同学其实会用到写作教学中心的资源 但是我发现最多使用的最多使用的来源是来自于校外 尤其是对岸 反而我们自己台大里面使用的量是全部的量里面的十分之二而已 这是比较有趣的现象后 那想告诉你们说经商医生就在你旁边 不用到别的地方去找 尽量我们放在线上让同学可以免费的使用 那第四部分来到跟你们最密切的就是我们开出的咨询 能够提供写作咨询的学校并不多 那提供咨询的学校里面免费的那就更不多 然后给了之后还频率这么高的那简直很少见 那你知道这个学校就在你周围吗 台大就有做这件事情 已经生根了五年 那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分享 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 写作中心提供的课程 写作教学中心提供的课程也不相同 有一部分是写作中心自己开出来的课程 我们称它叫共同课程 那大部分是研究所的课程 所以研究所基础的英文写作到进阶到专业写作 就是你们自己的领域写作 或者是你的论文写作都有中文英文都有提供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课程叫基本能力课程 这是跟共教一起合作的 这些课程我们总共开出了十门 等一下会介绍 那除了我们自己开出来的课程跟共教合作的课程之外 我们其实还有一些跟系所合作的课程 跟系所合作的课程空间就比较大 有一些系所就是希望客制化 所以有一部分的系所是希望我们中心原有的课程 就搬到系所去让他们的系所学生 可以得到更专注就是更多的focus 这是好事我们当然愿意 那除了这些之外有一些老师会觉得说 我们的系所的需求跟别人不相同 譬如说医学系 我们大部分的系所会教你们怎么去做 academic presentation 像poster presentation 但是医学系某一个领域就说 没有我们大部分的医生都是去做 elevator pitch 他去做三页的简报 希望可以找到sponsor跟合作的机会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 他的academic的level会比较低一些 更多的是属于行销的部分 就是行销他的idea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比较偏向business proposal的presentation 所以在那一部分我们就稍微说了修改 那也有系所说 我们系所最常跟人家什么correspondence写信 然后真正写报告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频率 所以能不能加一点三页书信的成分 我们也做了 那更有科系是说 我们这科系不长期刊的 我们都是走conference 所以能不能在conference paper跟poster presentation加大量 我们也是可以配合 所以就变成说系所通常要透过系所来跟我们谈要合作 我们会英文你们的需求 量身定做你们的课程 再派适合教这门课的老师过去 这是目前我们跟系所一起合作的 有三个学分的珍贵课程 有浓缩的课程 让学分更有理学院创新的一个举动 上学期推出了 去年推出了什么呢 他们推出了三门为学分 三门为学分 六个礼拜五加一的星期 是修逻辑 因为任何的写作都是从逻辑开始出发 在六周的写作集训 然后再加上六周的presentation 这样做的缘故不是为了生根 而是打基础 让学术力可以做普及化 这是理学院做的事 所以说同学们可以来学手中中心的课 但是我们每学期 进来说要参加我们的课程的同学 通常是我们可以录取率的人 根本就是四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我们觉得很遗憾 但是我们的人力有限 希望同学可以体谅 那如果真的修不到课程的话 可以跟系所反映 我们尽量配合 那系所的课程大部分是我们兼任老师负责 我们中心会完全免费的帮你们 去培训兼任老师到系所去上课 那这是我们两方互相配合的一个 配合下的一个模式 合作的模式 那目前写作教学中心的课程 我们就以大学部来说 它是属于学生本位 那什么叫学生本位导向 写作中心真的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做的很简单 我们会问大学生到研究所学生 他们需要什么能力 我们做了以学生的需求分出来之后 再相对要培养这样的能力 就要开什么样的课程 所以我们从开了最初级到最高级 总共十门不同的课 符合学生各项需求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上方右上方蓝色的部分 是属于课程是属于什么呢 EAP就是全部的课程 是为了在大学或研究所可以学得好 所以它是基本学术力的推展 我们开了英文基本写作 学术英文写作 这两个都是研究所的课程 非常的受欢迎 大学部我们下学年会有新的 推出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我们还开了阅读的课程 阅读的课程独中生志 那因为它没有做分级 因为我们是开出来的是 总共开出六个班级 然后一个班五十个人 总共三百人的阅读班级 但试行了之后 两年之后发现 学生的程度其实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我们下学期推出来的课程 有分级的概念在里面 等下再稍微做介绍 我们还开了大学部的 oral presentation的部分 喜欢奠定学生沟通能力的基础 还有一个是深造预备 如果你为了要出国 你有很多的application 不知道怎么选学校 不知道到哪里选奖学金 这一门课也很受好评 所以也就是教你怎么去规划 你未来在学术的生涯 那环色的部分是属于什么呢 是属于professional purpose 就是除了电厅基本基础之外 晚上生的精秀课程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课程语文不是它的重点 语文是拿来被应用 它已经是一种工具 为了要产出更高层的产品 我们来看 譬如说 我们有 Scientific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这一门课 它是完全用外语进行的 这一门课是做什么呢 通常是教同学 怎么做科技上面相关的 或者是科学相关的一些写作 然后再来是学术口头报告 它是专门是 譬如说你要去做poster presentation 或者是architem presentation 或者是你写论文的时候 每年的annual report 也是属于这样子的training 逻辑表达力 logic 我们常常说 常常在写作 老师常常会跟你说 要有逻辑 要有逻辑 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逻辑不是拿来说的 很多时候它是一种天分 我们常常说 它是一个gift天分 但是对有些人来讲 这个gift礼物 迟辞不来啊 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帮同学 稍微去看一下说 大概这样 怎么去培养这样的天分 我们上学期推出来 去年推出来的课程 是由Kevin老师 包括我们的张介伟老师 开的 也是管授同学的好评 这是新的课程 但我们正在努力开发中 下一个是工科 我们针对工科同学 我初期开始教工科 我们本来是把它 并在一般的学术写作 但我们发现 工科的学生 占写作中间的客户群 算是一半左右的人口 相当多 而且我们发现 我们用平常语文的方法 去沟通 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catch到我们的梗 为什么呢 因为工科对数字很敏感 尤其他喜欢系统的学东西 与其告诉他理论 他告诉他哲学理论 他更宁愿知道他的中间的 mechanism 他的公式 跟他的原理 前因后果是怎么来的 所以不同的教学方式 我们最后就决定 把这一门 这个科系拉出来 因为他学生已经庞大到 他可以自己独立做 所以我们就开了 工科写作的课程 那专业人才沟通术 这个课程是完全照 学生的意见才开出来的 学生说 我毕业之后 我发现台大学生 很多人碰到一个问题 他们发现 他们不会networking 那很多台大同学 不会networking 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不需要人脉 能力好的同学 就会有这样子的缺点 他的优点就是 能力好的同学 喜欢靠自己 那缺点就是 他一直靠自己 靠习惯了 就不是一个好的team player 光是每年在 就业的团体里面 然后去做评量 台大常常排 后面的排名 就可以知道 我们teamwork 这个部分 然后在业界是 被人家批评到一无四处 所以全部台大老师 有这样的使命 说希望同学们 可以更知道 怎么跟人家相处 所以我们很多的作业 都不再只是考试 更多的是project的形式 就是希望培养 同学的领导能力 还有倾听 还有跟别人合作的能力 而这一堂课就教你 怎么去做networking 你怎么去跟别人沟通 你怎么去跟人家做互动 在商业上 你怎么去表达 你的portfolio 应该怎么去develop 你怎么去写你的portfolio 让别人知道你 所以这是为了将来 要走学术界职场的人 去准备的一个课程 宽敲来的思考 很多同学来修这一堂课 是为了赚第一桶金 来这一堂课 是专门教怎么写proposal 所以在业界各大比赛 很多每一年的比赛 很多都是从这一堂课 出来的同学 这一堂课就在教你 怎么写proposal 那为什么会参赛呢 是因为教了这堂课之后 发现既然是教你写proposal 业界有这么多proposal 有什么方法 比你亲自去参赛 还要来的方便呢 所以通常修这门课的学生 80个同学 由于半的同学 只是写周围的 周围的生活的问题去解决 因为他想学的 只是怎么写个企划案 那另外一班的同学 野心就比较强了 他希望可以让 他自己的resume更好看 更希望他可以拿到 他的创业的启动基金 所以修了这堂课 成果还不错 那下一个就是跨领域沟通 这堂课几乎一年只开一次 他专门是教你说 你跟别人跨领域的时候 跨领域的 我们所谓的跨领域文化沟通 你应该怎么去做沟通 怎么是试着看你自己的优势 跟别人结合在一起 这个部分的能力的发展 最后最下面是专门为了 同学的职场去培育的一些课程 像使用英文 修英文其实有教一般的大学学生 文件如何写 他有包括三页的 Corespondents都有教到 实用性的英文 下一个也是小故事大世界 他专门教的是故事行销 台大学生很会吵架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国际的coach 他讲过的一句话 我非常喜欢 他说你要赢得一场辩论 你只要靠数据 但你要赢得人心 你要靠故事 所以通常我们台大学生 很喜欢用数据 来去争取批判的新思考 但参成万级同理心 然后数字与情 有时候情意面的启动效果更好 所以这一堂课专门教同学 怎么去看社会问题 怎么用同理学去对待 更重要是怎么样去包装人的故事 去达到说服人的目的 这就是小故事大世界 最后也是管授好评的职场英文 职场英文里面老师会教你 怎么写Resume 怎么写直传 然后很重要的是怎么去做interview 甚至有模拟interview的整个状况 希望让同学可以生理其境 目前回来的学生中有很多 在就业方面得到很多的帮忙 就是因为这门课 口碑也很好 右下方是我们的中文的课程 中文课程也开出了学术写作 批判思考 创意表达 跟科普 科普的部分 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甚至有一些同学把科普的作品 投到期刊 或者是不同的学刊 然后回来的成果也很好 这次写作中心全部开出来的课 目前用的课程已经行之有年 口碑都很好 通常进去的比例研究所是二十分之一 大学生是四十分之一 比较难 但是后面等一下会有自学跟演讲的介绍 同学可以参考如果选不进来的话 下学期我们要推出新的课程 为什么要推出新的课程 是因为我们发现台大拿下了EMI 就是酸语的酸语很大的计划 他希望台大目前整个国家有一个计划 是希望在四年后可以迈入酸语国家的轨道 讲得很好听 但是做起来是非常困难 那在这个整个工作中 协助装处中心担起了非常大的责任 是希望可以让同学对英文这件事情可以补习化 所以我们发现晚常的课程口碑很好 但是它是更多的是专研跟延伸 但事实上有很多同学 英文是比较跟不上或者不在行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让程度更好的同学 可以拿到更多的挑战 程度不好的同学有机会可以补充 加强自己的实力 所以我们最后很大胆的推出了进阶型课程 成果如何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尽力在推动中也在规划中 目前会开出系列的课程跟写作系列课程 下学期我们最基础的是最基础最大的班级是 所谓的普及化 就是读中生字的第一个基础 就是初级英文阅读 跟写作课程的英文写作入门 这两门课重要不是在写作 重要也不是产出作品 所以它通常是用考试方法解决 而且是最大的班级一般大概有80到100个人 你会说这么多人怎么学 这些课程不是精进课程 它是普及课程 台大的学生有一半以上都有B2 也就是说英文能力算是中高级 但是也有另外一半不到中高级 而这些同学并不但没有我们放弃了 至少要有概念 我们一直相信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英文很棒 或者成为英文老师 但是你要听得懂别人说什么 你不一定要讲得很流利 但你要听得懂 你要能够找资源 看到英文的原文书 你才不会输人家太多 你可以在专业里面 云里面生根 但是你基本的工具也要有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开出了普及课程 所以有普及课程同学可以上 如果底子比较差 我们会地毯式的班 reading strategy 跟writing strategy 把你再上过一遍 之前没有学好 没有系统的学 你的机会就来了 那第二集进阶课程 在阅读课程 我们开出了批判阅读 会针对联合国的一些国际型的议题 然后去做探讨 然后去想去回应说 我们大概怎么去处理 中间会有debate 会有辩论 会有很多的活动 会口头分享 跟去找文献 来去做去支持你的理论 所以它比较像是批判型的阅读 而写作的部分 我们会进行到真正的写作 段落写作 所以段落写作会有 张杰伟老师负责 就是我下一位老师 来最高级的阅读课程 它必须要有b2以上的程度 也就是说 它必须要全民意见中高级 然后亚斯在750上 托福在75以上 才能参加这一门课程 它是时事思念 就是current event 现在的国际上的议题 譬如说乌克兰的战争 或者是疫情 疫苗的研发 这些都会是时事的探讨 然后课程全部走 走我们所谓的纽 就是纽约大学的 debate课程的形式 希望让同学不只是 不只是可以截取idea 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去逻辑去铲出 有幸福人家 可以让别人觉得 persuasive argument 然后再去呈现出来 这堂课会是全程英文 有谁呢 由我们Kevin老师 主要去带领 那写作的部分最高是 你都以为论文是 研究所的事情 其实不然 很多老师都要抱怨 大学生应该就要 开始学论文 在国外小论文的写程次 大二就开始了 台湾的起步非常慢 所以写作教学中心 就担起了这个诊认 由我们来带好了 所以我们会开一个小论文 所以你如果修了自堂课 不止你一个人 你会用小组的方法 去小论文 然后教你怎么写一个小论文 怎么做一个小的paper 为你未来 不管你有没有升研究所 就算你不升研究所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project 做好的整个理念 跟搜寻资料 跟找方法 也就是它是一个思考 科学思考的训练 所以以后你到业界去的时候 你会赢在哪里 台大的身份 真正赢在哪里 赢在你接受过 系统性的科学性思考 而不是道听途说 把这个强项培养起来 那如果你要进研究所的话 那更棒 你为什么呢 你应在起跑点 不管你出国或留在国内 一定会对你研究所 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下学去会推出自门课 如果发现只有六门 我为什么一直说十一门 是因为全部的课程 才中英文同轨进行 所以是一样的内容 但是有中文上课 跟全程英文的上课 除了最后的就是思辨的课程 debate 只开出英文班 否则的话 其他都是中英文都有 我们这么努力研发课程 是因为 我知道同学都想走捷径 怎么样可以演讲 怎么样咨询 怎么样自学 可以让我自己英文很棒 那我们想讲的是说 如果你本身底子很好 这些确实可以帮助到你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回到底子很好 你平常又没有读英文的习惯 没有大量阅读 你就只能靠被强迫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修课 为什么 因为整个修课的过程中 有人帮你规划了进度 有人帮你吸收了课本 你再传授给你 跟你一起练习 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可以选得上 恭喜你 我常常有人开玩笑 说写周中心的课 要上要上 要拜文昌君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我们很希望 有一天可以在课堂里看到你 如果真的看不到的话 不用太沮丧 写周教学中心为了补助 很多人没有办法上课的遗憾 我们研发了非常多的内容 等一下第二跟第三部分 尤其是第四部分 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资源 然后要有耐心来出后 我们把时间交给下一个老师 张建伟交给你了 好 没问题 然后现在我们来分享我的头影片 好 所以各位听到我的声音 非常感谢李主任非常精彩的介绍 对我们中心课程的一些特色以及介绍 然后今天我会跟大家聊一聊 假设你就是那一群比较没有这么幸运 选不上中心课程的学生 这边有一些资源 即便你们选上课程 你这样可以充分的使用 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的理解一下 怎样充分使用AWC所提供的学习资源 这边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在画面右上角的地方 就我们的电子报以及写作资源 从这管道进去 各位就可以取得最立即 然后立刻做一点点的机会 然后待会我会足以跟大家谈一谈 怎么使用我们的电子报 怎么使用我们的写作资源 来同时即便你们学校课的同时 依然可以增进你的英文实力 这边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各位可以立即来做一下检验跟使用 然后这三个资源我们会从电子报谈起 然后再学有资源 以及中心的一些实体出版品 然后这三个资源都不限制于给修科学生使用而已 而且更适合推荐给没有学校中心课程的学生跟听众 你们可以从这些资源里面 可以去掌握到中心想要推动资源 以及一直以来所做的研究的一些初步结果 跟大家提一下 身为电子报的编辑 已经担任了三年多电子报的编辑 然后中心电子报的历史从2014年3月开始到今年5月 已经快要8年半了 所以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资源 会照顾各位的想象以及预期 所以这边我们是采取月康的方式 每月都会发行一起的电子报 然后我们主题也会尽可能去集中 每月会有特定的主题 比方说是申请留学 比方说是科普文协作 所以各位如果你有定期去参阅 以及阅读我们的电子报的话 你们会发现中心的主题很多元 而且那种相当丰富 可以深入前出 所以如果你稍微加入我们电子报的话 这边有QR Code 你们可以选择扫描 而且加入我们 好 我们就来聊一聊 究竟电子报里面的内容 可以怎么去使用 来增进各位的不仅是英文实力 以及对于整个学界 整个比方说申请留学 包含说撰写文章的一些心得 一些概念的基本理论 基本上电子报分成这五个章节 从所谓的编辑师报告 由我本人来撰写 来跟各位分享 本期可以留意的一些焦点 再来是所谓的food for thoughts 会去引用一些名人家具 让各位同时去欣赏 所谓的文字的艺术 同时也可以去观察 这些所谓的名人 这些所谓的作家 如何用一些独到的观点 来切入探讨一些特定的议题 所以这地方 也是我们意识悠久的一个单元之一 然后Spotlight 是我们电子报里面 最主要的栏位之一 主要是一个知识饗宴 会邀请各个学校 不只在台大 还有其他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 来撰文跟各位读者们分享 如何去了解 去接触写作 从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国家都好 所以这边其实内容是最多元的 也是待会我会去刻意放大介绍 让各位可以了解 在电子报里面 不仅可以得到一些 中心的一些发展的消息 同时也可以累积 对于所谓的写作的一些概念 以及一些理论的理解 然后第四单元 我们试着把它变得轻松一些些 会透过人员装访的方式 让各位可以不仅去认识 中心的教师群的一些比较有趣的面向 也可以同时了解 修课学生 一些学有所成的学生 后来的一些反馈 包含如何取得掌学金 包含如何录取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 他们的心得回馈 其实是最珍贵的部分 也是对于中心修课的一些 最直接的反馈 所以这个单元 待会一样会详细跟大家聊一聊 可以怎么使用这个单元 来去让你们去看看 过往的学长姐们 怎么休息中心课程 后来取得一些成就 然后做一些反馈 Pain for your thoughts 简单来说是读者原地 会在这边定期公告 中心美学区举办的工作坊 演讲以及写作之群的服务 所以各位如果要掌握到 我们确确的消息的话 请务必要留意 这个栏位的一些相关讯息 好 现在我们就来聊聊 我们的电子报的主轴之一 关于所谓的SpaLights SpaLights 一开始我们撰文的文章来源 主要是从台大的教师群 尤其中心老师们为主 他们会各自挑 各自所专精的一些领域 来撰写一篇文章 来跟各位聊聊 写作的不同面向 包含从入门栽药开始谈起 谈到写作一些理论 谈到一些写作的实物 一些功力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在一些我们中心的 电子报的一些期刊上 都可以找到 所以这边的情况 是一开始有中心的教师群撰写 后来我们希望 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 所以我们邀请了各个大学老师 包含清华大学 台湾科技大学 或台北大学等等 学校老师们 他们都愿意提供 在不同的教学场域里面 所观到一些面向 一样有专闻为我们撰写一些文章 来提供电子报的读者 一些不同的观察面向 我们的视野也不仅止于台湾 后来我们甚至邀请到 像在野武大学 哈斯金实验室的研究专员 还有在民主大学任教的教师 来跟各位分享 从国外的视野来看 来去反视教学 写作教学 或写作运用 在不同的学生族群里面的一些效果 所以各位如果好奇的话 一样可以在我们的SpaLite的栏位里面 找到一些过往的文章 然后我们中心的举办 过非常非常多场的演讲 然后同我们的修课情况一样 通常会有许多的听众 以及学生会无法报名成功 所以会有些遗憾 会希望中心可以提供一些管道 来去补足这样的缺憾 所以在我们的电子报的SpaLite里面 也会收入一些演讲的精华摘要 会请中心的一些教学助理 或一些人员会特地到现场 做一些演讲祭祀 而且事后都会特别跟演讲者 做过确认这个情报内容 是否符合他们想要传达的 一些中心思想要指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原地 各位即便没有参与到 中心举办的很多场演讲 也可以透过电子报的一些浏览 一些文字记录 重新检视 获得一些重要情报 所以这些东西都经过读者 跟我们的一些反馈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的更多面向 以及去收入出来更多资源 来帮各位同学读者 可以读到我们中心所举办的所有活动 以及一些写作的相关面向 好 这是属于我们的所谓的知识饗宴 然后在人员专访的部分 就是走比较趣味路线 在趣味跟深度的同时兼备 以中心的教师群为例 我们会希望修课学生 在看到老师专业的教学面向之外 也可以去窥探 老师平常生活的一些 包含嗜好技能 一些隐藏的差异 都可以在这个单位里面 看到老师们的一些课后采访 所以这个面向 会促进老师跟学生的一些交流跟沟通 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来讲 趣味性较高的栏位之一 我们也觉得 对于所谓的教师群的兴趣 当然也会有 而对于修课学生 大家也要好奇 有哪些学生来这边修课课 又有哪些成就 所以以近几期的电子包为例 有采访到 包含申请到教育部 光费留学奖学金 后来自东京大学就读的学生 又申请到教育部百大奖学金 分享如何申请到赞助 经费相对高 然后额度高的一个金额 他的心得为何 所以这样子的资讯通常在网络上 搜集到的情报 可能都不一而组 而这边我们会深度的 直接请本人来跟各位谈一谈 他的准备过程 包含在最新一期 2022年5月 要刊登出来是 申请到福尔布莱特 福尔布莱特赞助金的得主 这也是我们中心的修课学生 他很积极的想要反馈 让各位学弟妹妹们 可以有机会去思考 如何趁早准备 可以申请到国际认可赞助金 所以这两位 也会采访许多许多 AWC修课学生的一些成就 的一些反馈的经验的收集总成 所以各位也千万不要错过 中心的是一个大大家庭 除了我们的老师之外 学员之外 我们的TN也是每年都会得到 在教务处所办理的杰出TN奖 所以我们许多许多杰出教学助理 他们都会来反馈说 身为学生如何能够胜任 所谓教学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栏位里面 中心的TN们也会接受采访 包含得到杰出教学助理奖 包含得到卓越教学助理奖的TN们 都会来跟各位反馈 他们从所谓的教师与学生之间 如何扮演好这样子的桥梁 这样子的角色 各位将来如果就读研究所 政治与大学部 想要出发的话 也是一个好的途径 可以更了解 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TN 最后我们中心 每年都会固定举办 三分钟学术英文简报竞赛 所以每年度的优胜者 一样会跟各位分享 如何可以有自信的站在讲台上 如何可以做一个跨领域沟通 这些面向都会在人员专访里面 去用比较轻松的口吻 去采访这些所谓的 各个领域的一些学生 老师或者一些教学伙伴们 如何能够深圳这番工作 所以电子报主要与这些栏位 会主要情报来源 各位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请可以去参考我们刚刚的QR Code 然后可以阅读到更多的情报 这是第一个资源 关于电子报的分享 接下来跟各位聊聊 在电子报之外 你如何使用中心提供的线上资源 直接来去强化你的英文实力 所以在修课的时候 我们再比方说 以我们的英文学习技术来说 我们每周都会有所谓的单字测验 以及无法测验 可是如果你不是修课学生 你依然想要这样子 每周渐进式的培养实力 在中心的网页上 就有这样的资源可以使用 大家看到在画面的左上角 有所谓的学术采用单字的测验栏位 然后这样子的好处是 你可以立即作答 一刻知道你自己答案是对或错 所以可以做一个立即的验收 而且特别的是 所谓的学术单字 通常不仅是对单字定义的理解 更多的是去理解一个语句的context 所以中心的所谓的立即的测验 会特别去雕琢 所谓那些语句的撰写 但各位要同时可以掌握到语言的context 才可以真实提供出来正确答案 所以如果你好奇 你的单字量是否充分到 足以能够驾驭学术单字 这边会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检测的机会 大概分成10个单元 每单元各10题 总共100题的机会 可以测试看 你对学术单字掌握度有多高 然后右下角的地方 是学术采用文法 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属于我们的基础用学作的 一个美洲必带的教学范畴之一 就是如何去学习文法 然后文法的测验 有传统的选择题测验 也有比较有更加实用性的 写出来它的剧情结构 所以各位可以借这机会 把学过的一些抽象文法 落实于字句本身 所以这个机会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少见 通常我们比较常见 是所谓的选择题的方式 可这边我们认为文法 必须要活用到真实的写作的意志里面 所以剧法测验 各位可以上网做做看 这边都有提供一些有趣的机会 让你在不修课同时 其实可以跟修课学生 做一样的进步 这边是我们的线上资源的提供 然后我们来聊最后一个面向 中心的出版品 中心出版品基本上 目前有这主要五本 然后当然还有两本 大家看到在右下角的地方 即将出版 跟各位大致的提一下 他们的定位以及他们的功能 在三半段的地方 这主要是搭配我们中文 学书写作课所使用的 所以如果你要选修中心的 中文学书写作课 同时又参考这些书籍的话 你会发现 更有一些可以阅读的一些文本 有更多例子可以做检验 跟演示 可如果你上位修到课程的话 这些课程也可以帮助你 大部分人去吸收跟理解 在课程里面所叫观念为何 所以如果你先读过他们 到将来再来修课 其实你会觉得 已经做过一次预习 那修课成效会更加的丰厚 在下半段的地方是属于英文课程的部分 通常在我们的英文写作课里面 会有搭配文法跟单字的教学 这些书籍也是一样 按部就班的安排好 怎么去搭配每座主题的设定 来去帮助各位同学 同时掌握写作文法 以及所谓的学术智慧的使用 然后在我们的右下角的地方 我们中心近几年在积极的 做写作咨询的服务 已经服务超过 超过数百场的服务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同学来咨询的文件 他们多半会有一些典型的错误 这些错误并不是 并不需要每次都经过重复的讲解 重复的做一下提醒 其实可以先跟各位告知 基本上掌握好基本的十大要诀 就可以避免一些常见错误 可以让这些时间空出外聊 探讨一些更深的一些层次的问题 所以这些书籍即将要推出 然后第二本书籍 助教培训手册 也是中心近几年的培训重点 包含近期的EMITA 也是训练超过百位的学生 他们都觉得说 其实助教的培训 也是在整个英语教学环境 不可或缺于缓 如何让助教成为得力的助手 也是我们想要去培养的面向之一 所以这样本书都即将出版问世 在这一两个月之间 就可以出版问世 各位可以期待 也可以购买来去阅读 可以去了解 如何先在咨询之前 先做好基本常识的累计 如何养成一个得力助手的体验 所以以上是中心的主要出版品 各位待会老师会再更详细 跟大家聊聊 这些书本里面内容 以及如何做一下一些经验跟使用 好 感谢各位联听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 交给我们的陈小云老师 谢谢 谢谢魏老师 所以我现在要分享一幕吗 对 好 应该是这个吧 对 好 好 这样子可以吗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写足教学中心的陈小玲老师 那接下来由我来介绍 我们中心的网页上面 到底提供了哪些影音的资源 可以供大家在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空间做学习 那我在中心教课这么多年了 每学期呢 都会有很多同学在开学的时候来说要加钱 那每次常常因为我们的课程名额有限 所以常常都没有办法把所有想要修课的学生 都收进来我们的班上 那常常就有同学说老师拜托啊 可不可以加钱 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真的满了 那同学下一次再试试看 就有一次很可爱的有一个同学 他跑过来跟我说 老师我已经连续来了三学期了 我已经没有再下一个学期了 我接下来就要毕业了 老师可不可以求求你收我 可不可以加钱我那样子 那面对这么多同学们的修课需求 那我们听到了 那我们中心呢 特地把我们可以释放出来的一些 教学资源放在我们的网页上 那希望能够让这些想要修课 可是又没有办法修课的同学 能够加加减减弥补你的遗憾 所以今天呢 我在这里要跟同学们分享 我们中心提供的五大影音的资源 那只要大家到我们中心的网页 首页的右上方的选单 你可以看到写作资源的服务 点选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学习资源 那今天我要介绍其中的五大项 那第一项要跟同学介绍的是 我们最近这学期刚推出 刚上架最新最新的影音资源 这个叫做学术写作停看厅 那学术写作停看厅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主要讲的是学术伦理跟剽窃相关议题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 应该都知道近几年这个议题 在学界非常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注目 那我们学校的教育长呢 也听到了老师跟同学们的需求 那所以教育长特别请写作教育中心 开发这一类的学习资源 所以我们中心的学术军老师 在努力研究各式各样不同的 相关的资源之下呢 特别用简单有系统的方法 设计了这五门线上课程 那这五门线上课程其中包含了 到底什么叫authorship 什么叫做剽窃 然后当我们要引用别人的资源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做正确的摘写 或者是换句话说 那当然你用了别人的资源 你要做好citation 那你怎么样做好参考资料的注记 或者是在撰写文章的时候 怎么样做好相关的标记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五个资源我们整理出来 然后也请我们中心的老师 资源拍摄相关的影音影片 放在网页上 那这些资源呢 我们同时提供了中文版跟英文版 所以同学们可以根据各自的需求 选择你适合的版本去收看 那希望在这些资源的 资源下面呢 同学们之后开始要进入 学术写作的领域的时候 你能够有正确的学术伦理 以及写作相关的规范的这些概念 这样子可以避免你不小心就触犯到了学术伦理 或者是剽窃相关的问题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学术写作听看听的资源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资源呢 叫做文法会说话线上教学 文法会说话呢 这是我们中心研发的一本文法工具书 那是我们针对以中文为母语的英文学习者所设计的 那不同于一般同学们以前可能在国中或高中学的文法 你学到的内容可能是文法的正确性 怎么样写才正确 过去是要怎么写 现在是要怎么写 被动语太到底要怎么写 在我们这本书里面 我们讲的文法 虽然同学们在同影片看到有十个单元 这几个单元你可能觉得我国中高中都学过了 可是在这个文法书我们强调的是 这些文法它在学术写作上 它是怎么被运用的 在不同的情境下 运用现在式或者是过去式 在不同领域它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在 那你的领域到底该怎么用才是恰当的 那在这本书我们会用期刊文章 实际的带大家去认识这些文法 在学术情境下面的使用的规范 那除了文字上的说明之外呢 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图表去整理相关的资讯 希望透过不同的形式的呈现能够让同学能够确实的了解跟吸收这些文法在学术上应用的方法跟技巧 那在我们的网页上面我们的这个影音资源呢 除了有课程的影片之外 每个单元有大概20到25分钟的讲解以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的是练习题的讲解影片 所以同学们在如果你没有办法修习我们的课 然后你想要加强自己的学术文法的知识与技巧 你可以上我们台大的出版中心 或者是上各大的购书平台 买我们这本文法会说话这本书 然后搭配我们的影片 那我相信你就算在没有修课的情况下 你应该可以多多少少的补强你在学术文法上面的一些知识跟写说技巧 接下来要跟同学们介绍的是我们中心提供的开放式课程 我们的开放式课程目前在网页上你可以看到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的英文写作基础 那这门课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中心从2008年成立到现在 其实这本这门课呢开给研究生可是其实常常供不应求 不管是硕士班的同学博士班的同学 有时候甚至连大学部的同学都会想要来修这门课 那我们这门线上课程呢特别把这门课精选它的六个重要的章节 六个重要的单元放在OCW里面供大家自学使用 那这六个单元包含前三个单元是属于整个段落或者是章节的连贯的问题 Unity跟Coherence 然后你怎么样使用参考资料 增强你的论点 怎么样使用Supporting Detail 或者是呢你怎么样写Summary或Paraphrase 那后三个单元讲的是篇章的架构 包含了ClauseEffect Comparison Contrast 还有Classification 那希望在这六个单元的简单的课程说明还有一些练习 同学们也可以透过这个线上的资源加强一下你的学术写作基本功 除了这个线上课程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门课叫做读中生智英文批判阅读 那这门课呢是我们开给大学部选修的基本能力课程 那在这里你可以在OCW的平台或者是在我们中心的网页都可以看到这个影音资源 那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主要的课程内容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基本的阅读能力 因为很多同学开始进了大学开始要念很多的原文书 你就会发现阅读能力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重要 因为老师常常指定了非常多的阅读 可是呢你没有办法在指定的时间把它快速的阅读完毕 或者是你看了可是你不知道重点在哪里 那这门课的前半部前三分之一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样快速抓到英文原文书的重点 重点在哪里 然后呢我要怎么样碰到单字的时候该怎么办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strategy可以运用 或者是说我在要复习的时候啦 或者是我在看这些文章或者是甚至是general paper 我在阅读的过程我到底应该要 脑袋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应该是全盘接收书里讲的东西呢 还是我要怎么样启动我的批判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在这门课的前三分之一 会告诉同学这些基本的阅读技巧 那第二个部分呢 主要是结合了联合国永续发展的这些议题目标 包含了永续能源啦 包含了社会公平啦 然后包含了两性平权这些议题 那我们会精选了包含社论 包含新闻的报导 甚至科普的文章还有期刊论文等等 希望透过阅读不同的文章 然后呢看这些全球瞩目的这些议题 能够帮助同学们培养批判思考的能力 同时也可以对于这些全球议题 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 那这门课程的第三部分呢 基本上就是帮助同学们把你的reading的能力 还有academic能力做结合 所以会在这门课会稍微带领同学了解一下 学术英文写作的基本的概念跟架构 所以如果说你觉得你在英文阅读上面 不是这么的熟悉或者是碰到一些困难 我们会非常鼓励同学们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这个开放式课程 读中生智英文批判阅读 那除了这门课之外呢 我们中心还有别的东西哦 例如说我们现在同一篇看到的叫做EMITA Training 我们的全英文教学助理的培训课程 那这个课程呢 是我们这学期全新开发的一个培训课程 那这门课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 跟我们学校的双语中心合作 一起来帮忙我们学校把这个双语的环境建构好 那双语的环境 全英文的课程它要能够称得好 它的效果要好 除了老师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之外 其实我们的教学助理也办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教学助理到底该怎么办 这件事情呢 我们其实我们中心一直以来对于助理的培训 教学助理的培训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断的在我们的自己的助教培训里面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尝试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研究 那在这个EMITA Training里面呢 我们这个网路上的四个影片是搭配着我们的助教培训手册一起使用 以及我们的助教培训的工作方一起使用的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四个不同的主题 第一个主题包含了我们会使用人格测验的方式 帮助教们先了解自己的特质是什么 你是属于什么样的沟通的模式 然后你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盲点 或者是你可能需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够跟同学们你服务的这些修课同学们做比较好的沟通 这是第一块 那第二块的重点在于我们会告诉同学们 这些助教们如何使用一些 目前我们网路上常见的教学平台或者是教学工具 让助教们能够在课前课中或者是课后 能够跟同学保持良好的互动 或者是在教学上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那第三个部分主要是帮助我们的助教能够了解不同的方法 可以交给我们的学生 然后让他们能够用这些方法整理他们在课堂上学习的资讯 怎么样让他们学习的这些资讯能够视觉化 能够让他的学习更有效率 第四个部分则是沟通的技巧 很多助教其实在班上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学生 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系所 然后甚至不同的年纪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沟通的模式以及沟通的需求 那我们的助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沟通模式 来帮同学们能够在这个课程上面得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那这个我相信不管是老师还是助教 甚至同学们都会非常想要知道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在这个影片里面呢 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助教 该怎么样扮演一个最好的沟通的这个角色 然后让同学们还有让老师之间能够达到最好的学习的效果 以及模式 那这四门课虽然我们已经放到网路上了 可是呢它并不是全面的开放 供大家观看使用 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个课是搭配我们的助教培训的课程 以及我们的助教培训手册 所以呢我们这个课是需要有搜取码才可以看的 那怎么样得到这个搜取码呢 你必须要先去购买我们的助教培训手册 这个助教培训手册呢 大概在过两个月就会正式出版 我们会用成本价来卖出 然后我们的这个授权码就会跟着这个书赠送出去 那希望用这个方式呢能够分享我们中心这么多年来 在助教培训上面得到的一些成果跟心得 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很多有心想要在课堂上做神助攻的助教们 甚至是心静老师 能够知道这些不同的学习的工具 教学的工具或者是方法 然后让我们同学的学习能够达到最大化 效果最好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一直在讲的助教培训手册 那这个助教培训手册呢 总共有六个章节 其中的前五个章节呢 就是我们近几年来 我们中心说的老师在助教培训的过程所累积下来的一些重要的研究的成果 那这些研究的成果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助教培训的活动里面 其实我们也曾经尝试适用了很多个学期 那经过不断的改进 加上呢我们也专访了来自不同领域的杰出优良助教 然后我们问问看这些助教们在不同的课程里面 他们曾经碰过什么样的困难 然后我们一起找到共同可以解决的一些方法 那放在我们的这个助教手册里面 那助教这个手册里面的第六章是我们今年新增加的一个单元 那为了配合整个学校的双语教育的这个政策 那第六章主要是讨论到在担任全英语课程的这个助教 到底会面临到什么样不同的状况 所以呢我们研究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内外不同的学术期刊 找出来同学们在修这种英语全英语授课的课程可能会碰到的问题 然后试着从这些问题帮助教们或者是帮老师们找到解方 那我们把这个精华放在我们的第六章 所以如果系上的老师或者是校内校外各个单位 或者是同学对于我们的助教培训 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双语的这个影音资源有兴趣的话 那非常欢迎你跟我们中心联络 我们可以后续来讨论我们合作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最后一个资源是我们的学术写作专题 那刚刚江基伟老师有提到 我们中心呢其实每年每学期都会办许多的演讲跟工作坊 那每场都是常常爆满 很多人都没有办法进来 所以除了在我们的电子报里面 我们有提供相关的活动的摘写 然后让大家能够稍微透过电子报文字的方式 去抓到我们当期的演讲重点之外 我们其实也有帮同学们录制了一些演讲的实况影片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学术写作专题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我们过往的一些演讲的精华 那目前有的主题包含了怎么写摘要 怎么写读书计划或者是文献的写作 甚至怎么做oral presentation 那在上面都有相关的演讲的报道 OK 所以希望同学们不要错过我们这些线上影音资源 如果没有办法休课 千万记得有空到我们中心的网页 看看有什么东西是符合你的学习需求 那希望你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个宝山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Freddy老师 他会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写作咨询服务 OK 嗨大家好 我是计划教育中心的老师 我叫陈一琦 我修过课程的学生 我的比较熟的同事跟朋友都习惯叫我Freddy 那今天会由我来负责跟大家讲解 reference tools and writing consultations 那其实我会负责讲解这个区块 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因为在我们今天会介绍的这些项目里面 包含画面上看到的写作急诊室 牧羊人计划 课外写作辅导 以及Fund with English 这四个项目当中有三项 我自己亲自就有参与第一线的服务 然后Fund with English 其实在背后大家在统筹 在计划的时候我自己有参与讨论 所以其实这四项计划里面 我自己是参与的三项 我觉得我很适合来讲这个 另外一个原因是 另外一个适合由我来讲的原因是 虽然我自己在中心的老师里面 教师群里面我算是比较年轻的 虽然同学可能不会相信这句话 但在老师群里面我算是比较年轻的人 而其实我自己加入台大 今年才刚满第四个学年 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我要介绍这些咨询服务 都是在我刚进来就像小大一一样 一切都很新鲜的时候 看着每个计划一个个诞生 然后一个个改版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 虽然我刚进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像是中心比较资深的老师 可以用比较结构式系统式去分析 对每一项专案服务 他们出现的目的 但其实我发现我看着他们成长 我自己有得到很多的体悟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不会是讲的最好的人 但我想或许某个程度上 我比其他老师更适合来讲这些项目了 好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写作急诊室 牧羊人计划 课外写作辅导 还有喝咖啡 聊英文 Found with English 如果我们来做分类的话 其实第一项与第二项 写作急诊室与牧羊人计划 可以放在同一个类别 就是写作急诊室这个区块里面 基本上我们会说写作急诊室 它是以台大学生为主 然后每一个学期 我们会去提供60场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提供这个尝试 是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在台大 我们有比较多的writing的需求 而就算我们开了很多课程 我们努力地开课了 还是会有供不应求的现象 所以我们跟咨询委员 然后还有就是 争取了教育处的意见 我们决定要开始多一点尝试 来服务台大的学生们 而近几年 其实自从我加入以来 我从第二学期开始 我就开始加入写作急诊室 所提供的咨询服务 就发现 确实我们还有 就是可以再去辅助写作十大要诀 以及后来再推行的墨洋人培育计划 好 再来我们会介绍的是课后辅导 课后辅导的话 其实是所谓的make project 这个如果参加过同学 你们应该都有被我读读过 你们都听过我在那边讲课 这是make project 第三个喝咖啡聊英文 其实是在帮助大家可以用英文去做意见 或者是兴趣的交流 这边我会主意来跟大家做详解介绍 第一个写作急诊室的话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教课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不论在怎么开课 大家都会有一种 好像在写作课以外 还有一些需要再被照顾到的需求 又或者是因为我们想要选课的人数 通常都是爆满 我们决定说开设多一点写作的场次 而往年是每学期60场 那这个学期比较特别 因为有跟CB一起合作 这学期我们开设到了120场 那每个场次会是45分钟 一对一的咨询形式 那刚好也因为跟Coffer Nighting 有一点点时间的重叠 所以这几个学期 我们开始有提供实体与线上两种频道 那每一场45分钟 那在这个45分钟里面 其实我们是我们不单纯只是帮学生看他的文件 然后帮他改写 这不是我们提供这个咨询服务真正的目的 我们主要是要针对像是文章的基本架构 写作逻辑 它的承接方式 然后还有像是它的用字简词 文法等面向来去提供改写的意见 那当然我们可以受理的文件类型 我们是针对像是在台大念书的同学们 普遍来讲大概可以分为这六大类的文章类型 对有包含像是学位型的文章章节 或者是期刊 又或者像是研究计划的提案 甚至是在平常学校修课的时候 的一些学期的作业 或者是期中期末的报告 对那当然也还有像是有同学想申请 实习或者是求职的时候 可能会需要寄一些信件 甚至是如果他们有 以后想要跟其他国家的学者要进行沟通 可能比较偏向专业沟通型的 我们也会提供他们的论稿或者是提供他们改写的意见 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画面上所提供的受理文件类型 这六大类不一定能满足每一位同学 或者是可能同学你知道自己有需求 但不确定自己真正的需求会落入哪一个category的时候 不用担心我们的报名流程里面会有在更细节的指项目的 供大家去做分类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报告的 sorry我们报名的形式 对那当然里面就会看到 你会过程中看到更多的指项目让你做勾选 也会比较好去定位自己需要的是哪一种文件 好如果有需要去报名的话 同学们其实我们这个名字叫做写作急诊室 但其实它的全名有点长 网页可能放不下 所以我们就其实真正的名字是写作与学术口头报告的咨询 OK所以它其实是不局限于written language 包含的presentation的稿子或是你的poster design 都可以当成我们要去做咨询的一个文本 好所以第一步你可以先到我们中心的首页 上面的写作急诊室 上面的页签可以先点进去 然后接着可以来到画面左边的左方条目 左方条目我们有线上报名这个选项 点击进去之后呢 你可以选择老师 然后还有日期 然后以及提供一些就是跟你个人在念书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 个人自信 例如说你的学籍你的科系等等的 来最后一个环节重点来了 同学仔细看 我们在这里虽然后面不是到真的非常非常清楚 可是你们到网页上看就很清楚 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 我们会有一个很长的表单 里面有很多咨询的文件类型 包含像是你要发表型的文件就有分 期刊的journal article 也会有所谓的conference paper 也甚至会有conference presentation or poster 那当然还有像是所谓的document 然后我们还有像是后面还有所谓的proposal proposal以及你个人的thesis chapter 可能你自己在撰写你的毕业论文的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有一些章节或是一些段落 你个人不是很有把握 这样写对不对 你可以带过来 那当然还有像是比较偏向一般型的学术文件 像刚才提到了 课堂中的作业报告 这些都可以算是你可以在这个系统中可以做勾选的 那会比较方便你们去定位你们自己想要处理的文件是哪一种 对 好 那当然把这些都勾选完了以后 这底下你只要按送出就可以报名完成 就可以完成报名手续 那通常我们的报名 咨询的报名是提供同学们在指定的报名日期前两周 可以开放报名 通常我们会是提前两周 所以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自己在几号的场子想要加入的话 手刀起来提前两周 OK 那其实我们在提供写作咨询服务真正的目的 并不是提供free editing service 我们知道就是身为写作老师 或者是比同学还要有比较多的写作经验的人 从我们的视角来看那个文本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大概怎么改写比较好 但其实如果直接帮同学改写的话 某种程度上它就有点像是喂鱼 或者是钓鱼给别人 我们发现其实因为我们的场次有限 我们能帮助到的学生也不是全台大的人 也没办法帮助到全台大 所以我们决定说 与其就是来一个 我们就帮一个 我们应该中兴老师都一致同意了 应该要提供一个很完整的手册 来帮助同学们透过我们的咨询诊断 他的写作问题在哪里 哪些地方可以加强 而我们的中兴其实所提供的咨询服务 跟外面一般所看到的咨询最大的差别是 如果同学去外面使用了写作咨询的服务 不论是否收费 通常他们都会告诉你哪边可以改善 或者哪边需要加强 但他们不一定会给你 适当的加强的方向或是方法 也不一定会给你加强用的资源 当然我们中兴老师就是决定要去 准备这个手册 这个手册刚才在江继伟老师的章节有提到 就是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写作十大要诀的手册 那目前我们已经先上传五个单元在我们的网站上了 可以包含搭配词文法语感以及如何开场如何结尾 那另外五个单元我们会在陆续上架 包含写作逻辑 还有我们的组织结构 然后字句精简 用字遣词以及衔接连贯 那当然这些我们是要提供同学们 假如说在咨询的时候 我们发现可能在写作逻辑上 他可能这个成绩的不是这么顺的话 我们会把这个部分highlight起来提醒同学说 除了我们现场要改写以外 我希望你们在课外可以去看这个文章 或是相关的资源 我们会refer给学生 那他们在我们的中线网络上 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去做自学 OK 所以再次我们咨询的目的 其实是要帮助大家去诊断 他们可以改进的空间 并不是第一线直接帮他改写 然后让同学并没有自己成长的感觉 所以我们其实目的是要去强化 英文写作的技巧以及知识 还有延伸语言操作的那种理解与认知 还有最后我们想要帮助的是 学生可以如何自学 帮自己诊断他自己未来写作的问题 OK 那针对这个如何开场 与如何结尾这两个单元 最后这两个单元 我们就来稍微看一个截图 稍微举例一下 如果同学们在写作的时候 你们会有一个困难 例如说不知道怎么去开始动笔 或是你写一写发现不知道怎么收尾 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在过去 我自己加入写作咨询团队 这三年多来 我观察过比较常见的问题 就是写好了 然后他可能头跟尾写的没有中间来的精彩 或者是吸引人 或者是说可能指导教授就是说就是怪 但不知道哪里怪 那这里的话 其实我在咨询的时候很常遇到这个情况 刚才魏老师在介绍的时候有提到说已经过百场 我刚刚趁着空档查了一下我们后台 从我们有建党以来45入500场 对去掉林口500场 我们中心只有十来个人而已 还不错吧 对500场这两年多三年来 我们提供了500场的咨询 那我自己遇到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是在处理 如何开场如何收尾的精彩的这个写作特征 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文章稍微介绍一下 像我们的文章会提到说如何开场就会教同学们 通常在一个传统的学术或正式文件当中 我们写作会需要知道怎么去开始自己的文件内容 像我们会有所谓的introduction paragraph里面所提到的hook background information以及thesis statement 那这就是introduction这个区域 那当然不论是college essay 又或者是research paper 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个类似的模式 那当然如果是学术比较传统具体的学术模式 比如说research papers 那可能会有像是右边这个情况 如果有修过我们中心的课的同学 应该都不陌生这个图表 这是所谓的IMRD架构 这是比较典型的论文会有的结构 那这边其实像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同学们 他可能知道怎么开场 但是文章不知道怎么收尾比较好 那how to end the article 通常大部分会有困难的是conclusion 就是已经写到conclusion的时候 不知道最后几句话到底该怎么去下笔 又或者是不知道具体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来去证明自己文件的 或是自己的研究的significance 或contribution 那这边可能我们在最后的DMC这个章节 我们可以提到我们的不同的目 我们可以提到不同的 段落章节目和不同的步 那我们把这个称为move 所以像这边我们提到说文章的架构 整体会有一个IMRD 那在IMRDD这个章节里面 其实就像是画面上大家所看到的蓝色小箭头一样 都是有层次的 就是这个句子的排序 它有一个一定的步骤 让你的读者读起来比较轻松 那当然我们也会提到说 如果要写contribution 可以怎么写 我们也会放一些例子 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写announcement 或者是如果去写structure announcement 这些我们都会跟大家提到 在这些文章里面 所以其实回到头来 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目的是帮同学们诊断 他们可以改进的地方 然后并提供他们相关资源 如果以后你们来使用资源的时候 发现老师有帮你改写 这个是一个他额外自己愿意做的事 但记得走之前 就是他帮你改写 你可能先有点高兴 说他解决了我当前写作的困难 也记得要问他 那老师如果我想自学的话 我可以怎么去改进 你可以推荐我写作时代 要觉得哪一篇文章吗 或者是我去网络上搜寻 我应该搜寻什么关键字 这样我才能帮自己 真的长久行的 永久的去克服这个问题 在出现的情况 所以我们写作咨询的目的是在这里 除了帮助大家诊断问题 也是帮助他们自学 找出自学方法 好 再来我要介绍下一个 就是牧羊人计划 牧羊人计划 我自己是习惯把他称回 The Shepherd's Project 其实也是延续刚才这个话题 我们提到所谓的起座咨询的时候 我们有发现 就算中心老师全部都下去了 对 刚才那个数字大家也有听到 没有到真的疯狂的多 但绝对不是会让我们很轻松 可以克服的一个任务量 所以其实The Shepherd's Project 这个想法 我们跟我们的咨询委员讨论过 他们才能 他们建议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这个idea 就是其实在台大也有很多学生 是很优秀的 他们自己也有发表文章的经验 参加过国际conference的经验 他们甚至可能有在自己的系上 被选为就是可以教学弟妹 如何去撰写这些paper的学长姐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就是 直接培训我们台大自己的人 然后我们来去把他们变成 可以帮学生去看稿的 所谓的写作辅导者 那我们这边会把他们称之为 学生级的写作辅导员 在我们中心现在就有七位 那教师群的话是有六位 而在这七加六背后 我们有一整个写作中心的 写作员的培训团队 那其实这整个目的 比较单纯就是要去模组化 我们的写作咨询服务 确保我们的量能可以供应 然后也希望可以去鼓励同学们 我们可以普及并强化同学们 对于学术写作 或者正式写作的这种意识 或者是习惯 养成他们的习惯 以及养成他们的能力 把它培训起来 好 那其实我们这个牧羊人计划 是有一个特定的步骤的 我们第一步其实就是 回忆宣去做screening and testing 也就是cission 然后还有就是会进行 就是一系列的语言跟 写作技巧相关的检定测验 接着第二个步骤 我们会进行一套系统式 完整的训练 Theme and Document Type Based Training 它代表是我们会针对 五大文体 就是不是一般的 学术写作课的五大文体 然后还有Presentation Poster 以及最后还有一种 最多大学副同学会需要的 Language Assessment Text 也就是语言检定 包含像是托福亚斯 GIJM 一起写作的这个部分的文章 其实我们都会 针对这五种文类 去提供我们的牧羊人 同学们相关的训练 教他们怎么去看这些稿子 教他们怎么在针对 这五种类型的文章里面 去提供改写或是编修的意见 OK 接着下一步 训练完 训练会结束之后 我们会让这些牧羊人们 就是跟场一起观摩 并在观摩之后 就是可以跟我们的coach 进行Q8的讨论 OK 然后最后 我们在就是在观摩之后 我们会让他们 就是亲自下去 去进行几场的drills 跟feedback 也就是我们会在 就本来是牧羊人看老师 那现在会变成是老师 去看牧羊人 然后并提供他们一些 在去做精进的意见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们的三跟四算是一套的 那其实我牧羊人培训的计划 在近几年 我们其实是109-1 学习才开始的计划 相较来说是比较新的 在我们就是在这 刚才讲的这三个里面 它算是比较新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我自己 因为参与了牧羊人的 这个计划的培训 我自己觉得 这很适合台大 那也希望同学们 如果有兴趣以后 你们可以申请看看 OK 好 那我们继续前进 来到下一个课外写作辅导 这个跟我自己个人 比较有观点性 因为课外写作辅导 全名叫做 Make each individual count 那简称为Make project 对 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画面上的里面 就是我自己在讲课 我们的Make project里面 有三位讲师 由我自己 然后还有 Nina 叶志玲老师 以及Tracy 林佳瑞老师 那我们有分实体 与线上场次 两个版本 好 那我们的全名 Make each individual count 我们的目的 其实是希望说 同学们在写作课 上完了之后 或是我们中心开授的 课程上完之后 还有一些想要 在深度讨论的QA 可是可能在课堂 时间都用完了 可能很难再有机会 去找到老师 可以讨论的话 或者是说 如果自己写作课 也不知道 适不适合 找同学一起讨论的话 比较私人的 比较自己 可能在写作的诠释上 有的疑惑 可以来Make这个地方使用 就是可以来听 我们的主题讲座 然后也可以再进行 意见交流 那我们的Make Project 其实是有限定 有在修习我们AWC 开授课程的学生 才可以参加 所以只要是我们中心 开授的课程 不论是哪一个 只要你有修我们中心的课 你就可以参加 我们的Make Project 那就这个学期来举例 我们是星期三 都是实体 星期四都是线上 这样的方式 那其实大家有看到 画面中间这里 我们提到了很多的日期 对吧 这边日期的每 都是一个主题 15分钟的主题是教学 再加上45分钟的 意见交流讨论 所以这15分钟 其实我们是 每一周都有不同的 主题内容要讲 那这些内容 其实是辅佐 可以跟我们的 十大写作要求 可以做互引互补的 对 那我们其实自己 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只修改 过一次内容 因为每一个学期 我们可能要用的例子 就会有点不一样 或是顺应的 每一个学期的 学期趋势 我们也会稍微做一点微调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 修改过不止一次 它的内容了 对 那我们每一场 60分钟 其实这15分钟 主题教学之后 会是大部分来参加 MAKE的同学 觉得受益 更大的地方 因为他们来这里 根据过往学生 跟我们的反应 是他们来这里 他们可以交到 自己在班上 同学以外的朋友 他们有时候 可以就得到说 在班级内 跟自己组员互动的时候 所没有听过的意见 他们来参加MAKE 反而可以跟别班的人交流 这一点很好玩 我曾经有一次 看过一个学生 他来参加 MAKE是愁眉苦点的进来 我当时心里想 是我的问题吗 后来发现 我没有那么重要 是他带着 他写桌上的问题 然后听完了 这个主题讲座之后 结果了三分之二 然后再来 跟其他同学 讨论的时候 本来是问我 结果其他班的同学 他也加入了讨论 解决了他的问题 他很高兴地 跟那个人交换了 一起走出这个教室 留下错误的我们 对 有点羡慕 反正就是MAKE PROJECT 是一个可以让同学们 可以同时处理写作疑问 以及可以 在跟其他同学 交流的一个地方 对 那其实MAKE PROJECT 还有一个出现的 主要原因是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说 我们开写作课 然后如果量能不足的话 我们只要再增设 写作咨询就好了 我们当时有一个假定 就是有修课的同学们 基本上不会有 额外需要辅助的地方 但后来我们发现 其实在下课的时候 或是学期末的时候 总会有同学说 老师我觉得你们的课很精彩 很好玩 内容都很棒 很丰富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可能就是每一周 周间我们会有一些疑惑 但不知道可以去找谁 而学作咨询可能刚好没报上 也没报完 那能怎么办 所以我们后来开始去反思 好像不是开课 在家咨询就能 就能满足所有 所有会有需求的人 我们觉得有修课 但是有疑问的 可能这是一个隐性的需求 不是那么明显 所以我们尝试了Make 那这就是Make 一开始会诞生的一个缘由 那假如同学以后 你们学我们中心的课 你们就是可以来参加 Make Project 好 再来我们要进入 最后一个环节 叫做Found with English Found with English 其实它的名字 就是有两种成功方式 我们可以说是喝咖啡 聊英文 可以说是Found with English 好 这边的话 稍微忍耐一下画面上的动画 然后它是我们与商与中心CPU合作筹备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我们这个活动是筛选了15位英语小老师 每一项 每一个 每一位英语小老师自己都会担任一项知识 或是记忆技巧的达人来去做分享 所以包含像是歌词 瑜伽古增 或者是摄影技巧 这些我们全部都有包含15个小老师 15项技能 好 再来 其实我们这个活动 它是一个全英进行的 曾经有同学们 他们在学术英文写作的时候 跟我们反映过一个问题 那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契机有一点关联性 就是我们在课上会有同学说 他可能参加国外的conference 或者是有国外学者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用英文聊天 然后发现不知道怎么用英文去描述自己的兴趣 自己的长处 然后他们同时可能是对其他话题有兴趣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去跟外国学生一起去学 不知道怎么邀请人家 他们在聊的时候 就是在课堂上跟我们分享这些烦恼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有发现到 或许其实能用英文去聊这些事情的 这个契机在台湾环境 相对不是那么的充足 所以我们就开始对Found with English 产生的一个发起的这个念头 那这个活动 其实它能提供的就是一个全英成进式的活动 来促进学生用英语去做自我表达的一个训练 或是一个最自然的环境 那我们其实同时也可以去鼓励同学们 就是跟彼此交流分享他们自己的兴趣 跟他们自己的专长 那每一场是60分钟 对每个场是60分钟 那我们其实主要是实体 那刚好这学期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疫情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有开线上维护 万一有参与者 他可能需要自主管理等等 我们也会替这位参与者保留他们的权利 就是当天我们会使用线上的模式 远距 对所以我们现场就是可能会准备 几台笔电 以备不时秩序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Found with English的主要目的 其实是帮助同学们可以在这个全英的环境里面去做分享 然后我们目前为止已经举办过超过60场了 海报上的日期只有两个 325跟422 但其实我们是每一个日期 我们会连续举办很多个场次 这一次就是15位小老师一起下去 跟15位来报名的参加者一起来做交流意见讨论 OK 好 这是关于Found with English的所有介绍 那以上就是我们中心的 关于咨询服务以及写作资源所提供的这些服务 来给大家参考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项目的介绍 感谢您的参与